博佑基金会代数第一章 一元一次方程式 例题1.5-11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若x加5等于7 与2x加a等于10 它其中的x值相等 则a等于多少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里面 有x加5等于7 一个方程式 跟2x加a等于10 这个题目里面总共有一个 两个有两个方程式 然后题目说中 其中的x值是相等的 这代表什么呢 代表我这里x的值 跟这个方程式 x的值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 2x加a等于10 我们有办法算出x等于多少吗 它比较难算 那x加5等于7呢 x比较好算 所以呢 我们就先从x加5等于7来着手 那我们先把 第一个方程式抄下来 x加5等于7 它比较好算 所以我们就先算这一个 好 这个5 多的我移过来 所以剩下x 就等于加5移过来 变5 7-5 就等于2 所以我第一个方程式 就是x加5等于7 它的x是2 题目说 x的值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的x等于2 就跟这里的x是一样 通通是等于2 所以呢 我现在 将第二个方程式抄下来 2x加a 等于10 题目说 它们的x是一样的 那我第一个 算出来x等于2 我就将这里的x等于2 带进来 我就得到 2 乘上 原本这个位置是x 现在变成2了 然后呢 再加上a 就等于10 好 下一步呢 整理一下 2乘以2 叫4 4加a 就等于10 下一步呢 这个4 是多的 移过来 所以剩下a 就等于4 移过来变减的 10-4 就是6 所以 这一题里面的a 这个方程式里面的a 就是6 所以我最后问的a 等于多少 就是6 所以写上我们的答案 答 a 就是6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谢谢您的观赏